先生練習啦 其實理論上考試的話是一回事 實際上當然我們要針對實際上發生的狀況 就這個連結 如果我要針對的是這個東西 去抓這個網址裡面的這些東西的話 那當然第一個我有個網址 可是我如果有個網址的話 那當然就不能夠用像剛剛一樣的開檔案的方法 那有哪些地方不一樣 首先第一個不一樣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檔 第一個部分的話各位可以看一下 我們剛剛是開檔 開哪個檔 開那個read.html 可是現在我不是要開檔 我現在是要載那個網頁 那怎麼載 對不對 如果你要載網頁 你第一個要想到用什麼 用叫request 所以request你一定要import什麼 import一個叫request 這個很重要 這個有點像是一個虛擬的模擬器 ok 利用它怎麼樣 去幫我載網頁下來 那載的方法很簡單 它不是有個方法 叫什麼 叫request裡面有個get方法 點get 有沒有 刮符 然後呢 把網址貼上就可以 然後它回來一定會有個東西 所以我前面再加個變數 叫html 這個名稱自己取 有沒有 然後呢 那如果我要把原始碼抓回來 就是html.text 所以呢 我們第二步子有沒有 把這個地方 本來是 從檔案讀進來的東西 改成什麼 改成html裡面的文字 所以html裡面的文字 你就點什麼 點txt就可以了 這樣就完成了 欸 差別在這裡 應該可以看什麼意思吧 所以以後 假如說你本來是檔案 要變成網頁 那其實差別就是改這個 request 然後request.get 當然顧問是一個 request有.get 其實request有.pause 就我剛剛提到的 然後網址給它 然後取得這個地方 好 那我們就完成 接下來的話 改哪些地方 剛剛第一個過這一關 第二個的話就是這個 class把它變一下 因為我們剛剛分析的結果 發現它開始明天改了 好改了沒關係啦 反正你改我也跟著改好了 OK 所以趴說有時候 比較麻煩的地方 就是呢 你永遠沒辦法去控制說 人家的網頁是不是 不要變 最麻煩的地方 因為像我之前上課 最慘的是 比如這期上網課 下一期要上課 我一定要try 為什麼 因為我如果沒try 神社不然跑了 為什麼 因為人家網站要變更了 所以每次都要再改 不會還好啦 改習慣之後發現 其實也就改這些地方 那你就一定要觀察 那觀察的方法 就是我剛剛跟各位講的那些方法 比如說這個地方 我們其實是什麼 直接就看這個網頁就知道了嘛 那底下的話就是 它這個是tr這一列 th嘛 那底下的話呢 其實你會發現下一列呢 它又是標題 所以假如說呢 我再加th 那就會多了 所以怎麼辦呢 其實我們可以怎麼樣 把剛剛的這個th拿掉就可以了 所以這個部分的sp2 有沒有 這個地方其實就可以 就可以把它注解掉 注解就是Ctrl1 Ctrl1的話 就注解掉 意思就是說 我全部爬td就可以了 OK 那程式應該不要動吧 那如果不確定先不要存檔 我先不存檔 我先用prints看看 如果printsOK的話 那表示應該程式都不用改了 看一下 有沒有 這些東西 擋到了 有沒有標題 標題沒出現 所以它上面的東西 是不是說 這個trtd 它是不是說 它裡面背後 是不是有javascript 去控制 不過如果沒有出現的話 那我們還是一樣 把剛剛的那個th把它補上好了 我看一下 剛剛這地方 我們的 這個地方 sp2 這個還是一樣 把它加回來 我看看 然後 這個執行一下 有標題出現了 所以理論上 這個就不要改 就照原來的 有th 有td 然後 把匯率把它抓下來 那 這個部分的匯率是從 12月的29號到1月的25號 那匯率的話 看起來好像都在27 所以你會發現 2018年30到現在27 其實超距也蠻大的 OK 所以等於買了美元 那真的是 應該賠蠻多錢的 如果買越多的話 OK 那這個地方的話 就最後存檔 存檔的方法跟剛剛一樣 就是f等於open 然後呢 建一個叫write.csv 一樣把它存檔 那就可以把這個 看到的結果 把它存到 存到這個什麼 write.csv裡面 這樣就完成了 所以理論上 這個地方 變更的並不多 最關鍵的地方 其實就是什麼 就是剛剛這個地方 就是request.get 然後把這個html.test 放到beautifulsuf的第一個參數 就OK了 所以其實還OK 那另外的話 順便跟各位講一下 其實 這個程式你會發現 除了說什麼 除了那個什麼table 然後thtd之外 各位有沒有發現 其實它外面 也有所謂的tr 所以假設換一個方式 如果我今天 我不要抓th 也不要抓tdr 我抓tr可不可以 當然可以啊 可是會不會比較簡單 你們可以試試看 後來發現 好像如果用tr的話 程式更簡單 為什麼 因為你用tr的話 你可以直接抓裡面的東西 但是呢 如果你抓tr的話 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裡面的符號 你必須要把它去掉 不然的話會很混亂 所以也許可以想想看 假設說呢 我不要用th 也不要用td 我想要直接抓tr可不可以 當然答案是肯定的 可是接下來呢 要怎麼做 請各位試試看 畫面呢 還給各位 所以我們直接呢 就是把什麼 抓檔案 改成抓網頁 然後 試試看 做好 如果 我們可以做 我可以做